瑞典国家地震台网 监测到了连接俄罗斯 还有欧洲的重要水下天然气管线 北溪12号附近有2.3级地震 俄罗斯方面随后也宣布 说天然气管线出现了严重泄压事件 说白了就是漏了 而且漏的还挺大 先后出现了三次大的气体泄漏事件 而最大的一次 导致了海面出现了一个 直径一公里左右的表面扰动 三次重大泄漏中 两次是北溪1号管线出事 一次是北溪2号管线出事 两条线路三个位置同时出现大规模泄漏 不用问原方谁都知道此事必有蹊跷 因为那个天然气管线 是外部裹了钢筋混凝土保护层的 4厘米厚的钢管 除非是地震火山或者是哥斯拉出来溜弯 否则没有什么天然因素能够破坏的调子 所以周边国家达成了一致 极大概率认为这就是人为破坏的 但是谁干的呢 立刻就开始吵成了一团 到目前为止 被指责的国家包括美国 波兰 英国 还有俄罗斯 所有的指责都似乎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逻辑上都不够严谨 很有尼罗和尚惨案这种悬疑侦探小说的感觉了 要说干这件事的国家呢 首先它必须有足够的能力 而且必须有逻辑上能解释得通的动机 目前一些北欧国家首先说俄罗斯有嫌疑 从能力上看 他们指出俄罗斯有比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这艘核潜艇肚子下面能够携带一艘2000吨的小核潜艇 这个小核潜艇最大作息深度1000米 应该有这种水下特种作战能力 另外他们还指责俄罗斯一直把能源当成武器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欧洲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次呢俄罗斯是想让欧洲问题雪上加霜 但是这个说法很容易被俄罗斯一脚踢翻 要限制能源供应 那俄罗斯把阀门一关不就行了吗 而且俄罗斯早就关闭了北溪一二号管道 目前炸不炸对欧洲能源已经没有现实影响 犯得着把管道炸毁 给自己未来能源出口添这么大麻烦 去北欧国家身边炸水下管道吗 所以尽管看上去这件事好像对俄罗斯有利 但是这个能源武器的说法不太讲得通 再有就是美国 美国的水下作业能力也足够进行这种水下破坏 而且美国毫无疑问是这个事件的受益者 以往他就希望其他国家减少从俄罗斯购买能源 而且宣称如果俄乌开战 就不会再有北溪二号的也是美国 还有人指出出事前 美军直升机还有反潜巡逻机 都在那个附近频繁的活动 出事之后 欧洲又会进一步增加对美国的能源需求 所以有能力有动机还有获利 美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华与对象 但是这里有个小问题 就是他的嫌疑如此明显 谁都会想到他 他这么直接去炸天然气管道 那可就是公开打击德国等国家 那美国在欧洲的反俄统战工作还做不做了 况且出事前几天 美国自己还发布警告说 有人可能要炸北溪 这是要引起德国等国家的警惕 给自己行动添麻烦吗 所以现在还有人认为 如果能够打击一下美国跟欧洲的关系 未尝不是俄罗斯忍痛炸了一下管道 引起美欧之间的矛盾 不过这个脑洞涉及的成本太大了 这管道一旦炸毁 现在没法修复 俄罗斯以后再想谈判都谈不了了 而且效果根本不能保证 所以我感觉这个设想猜对的概率也并不高 我倒是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 美国不方便自己亲自出手 那么它的面前可能还有一双白手套 而对北溪二号 北溪一号最敌视的 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波兰 波兰一直希望自己成为能源的重要中转地 而且就在事件发生第二天 从挪威到波兰的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开通了 每年是最大100亿立方米的书气量 虽然说比北溪一号二号小很多 但是对波兰来讲 也能让波兰挣到不少银子了 而且北溪二号施工的时候 我们还记得波兰海军的水面舰艇 在施工现场进行了干扰 水下还有不明国籍潜艇 那次是差点逼着俄罗斯 德国两国再次联手 所以看上去波兰也有能力和动机 也是此次事件的获益者 也有可能是自己想干 也有可能波兰是谁家的白手套 现在让我说这事是谁干的 我可不敢下结论 只能说我觉得波兰嫌疑最大 美国嫌疑不小 另外再表示一下 我感觉以前的真太小说看得太少了